3 4 5 隔5 咱们加针一次 好 那大家呢就按照我讲的方法呢 咱们把这一圈给勾好 我呢按照隔5加1的规律呢 勾到最后大家来看 还有三针对吧 咱们这三针呢都勾成短针 好 那这样呢 第七圈呢就勾好了 现在呢我们勾第八圈 第八圈呢它的规律呢 是隔6加1 第八圈呢就不用错开加针了 先勾一个短针 做一个记号 好 勾了一个了 我们再勾5个 就是 勾6针嘛 这是第二个 1-3-3-3-4-5-6 隔6 然后呢 いい 加1-3-1-3-4-5-6-3-5-6-6-6-8-6-7-6 然后呢 它是需要错开加针的 所以我们在第一组把它给打乱 就是咱们隔二加一 一 二 我这个上面呢 有一个小线头 然后呢 我打了一个小截 大家呢 也可以就直接打个小截 因为这个毛线有一定厚度嘛 咱们藏在里面呢 是看不出来的 或者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我第十三集 专门讲的另一种接线方法 没有任何痕迹 隔二 然后咱们就加针一次 把这个规律给打破 好 现在呢 接下来就严格的按照 隔七加一的规律来了 我们勾七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接下来呢 加针一次 那这一圈呢 大家呢 应该是 可以算出来 咱们这样 按照隔七加一的规律 往后面勾呢 勾到最后呢 我们应该是 加完针之后呢 会控出 五针 那这五针呢 加上最先开始这两针呢 那就相当于又是一个 隔七加一了 那大家往前勾吧 我呢 按照隔七加一的规律 然后勾到最后呢 控出了五针 咱们勾了五个短针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空的不是五针的话呢 那前面一定有勾错的地方 咱们呢 可以慢慢的往回找 或者呢 拆掉重勾 这个呢 都是 很正常的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开始勾第十圈 那第十圈呢 咱们给它勾一个小花边出来 哎 还有 咱们看 那这个杯垫呢 大家呢 按照我的手劲的话 我给大家量一下 勾出来的直径呢 大概呢 是有九厘米 因为毛线本身 稍微有点弹性 大概呢 是九厘米 然后 大家如果觉得 这个杯垫有点小的话 那我们可以 就按照规律来 我们勾 往上面再勾几圈 比方说咱们勾第十圈 第十圈呢 咱们就是隔八加一 然后第十一圈呢 就是隔九加一 也一直呢 按照这种规律来 那我呢 给大家示范呢 就还是勾这个 一共勾十圈吧 那咱们第十圈呢 勾这样一个小花样 嗯 这个小花边呢 是怎么勾的呢 我们是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立两个辫子针 隔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大家呢 可以先看一下图解 咱们先勾一个短针 在这个第一针上面呢 咱们做一个记号 勾完这个短针之后呢 立两个辫子针 一 二 然后呢 隔一针 勾一个短针 隔一针就是 下面呢 这一个辫子呢 跳过不勾 在下面这一个辫子里面呢 咱们勾一个短针 那勾完之后呢 重复 每勾完一个短针之后呢 咱们都立两个辫子针 立完两个辫子针之后呢 隔一针 在下面这一个针里面呢 勾一个短针 再立两个辫子针 隔一针 在下一针里面勾一个短针 我呢 再给大家示范一次 一纸呢 重复来勾 立两个辫子针 隔一针 勾一个短针 再来 立两个辫子针 隔一针 勾一个短针 好 那大家呢 就这样一直重复着往前勾 咱们呢 一直勾到最后一针这里 我呢 一直勾这样的小花边 勾到最后这里了 最后这里之后呢 相当于我是在 倒数第二针的地方 勾了一个短针 然后呢 咱们立两个辫子 立两个辫子之后呢 我们在做记号扣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咱们呢 引拔结束 因为这个杯垫咱们勾好了嘛 看一下引拔针 直接呢 从勾针上这个线圈里 拉出来 好 大家呢 应该能发现 这个螺旋式勾法呢 它最大的优点呢 是没有引拔的痕迹 引拔呢 是会有一条线的 哎 我看看我哪个 大家 能看我这个 看出来吗 我这个就是 引拔式勾法 它呢 这儿 看到没有 这是有一条线的 这种螺旋式勾法呢 没有 没有那条线 没有引拔线 但是呢 它最后收口的这个地方呢 大家会发现 它呢 这一圈 就是 收口这个地方呢 是高低不平的 那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 咱们可以把 这个小树叶呢 刚好缝在这个地方 遮一下丑 好 咱们把这个呢 勾针的拿下来 这个线头呢 我们要藏一下 藏线头的方法呢 我就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发现 我老是在这个上面 浪费大家的时间 因为大家 应该都会 总是有人说 我太啰嗦 所以我就 改一下 这个 藏线头呢 不管什么时候 咱们遇到线头 都是这样 我们呢 藏在背面 而且藏的时候呢 要 怎么说呢 就是 没有规律的 随便那样 藏 就不能 不能冲着一个方向藏 这样的话呢 它 反而就是 不容易脱线嘛 我们就是 动一针 吸一针的 这样来 好了 就藏着几针 端线 那最先呢 这个 线头 这个呢 咱们可以抽紧一些 断线 现在呢 这个背垫的 主体部分呢 就勾好了 我们现在呢 要勾的是 它的装饰 咱们来看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呢 有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然后一个小叶饼 咱们呢 大家可以把那个 图解拿出来 我们对照着看一下 先勾大的叶片 我们立六个辫子针 这个是 辫子起针法 首先呢 打一个活结 勾针呢 插入进去 咱们立六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然后呢 我们要回到 第五个辫子里 咱们依次勾短针 两个中长针 长针和引拔针 大家呢 看我示范 回到第五个辫子里啊 就是倒数第二针这里 先勾一个短针 短针咱们学过 好 一个短针 接下来呢 我们勾中长针 勾 大家看中长针的勾法 勾针绕线 从下个辫子里插入 绕线出来 勾针上面三个线圈对吧 勾针绕线 一次性穿过三个线圈 这个呢 就是一个中长针的勾法 咱们再勾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 从辫子里插入 绕线出来 绕线 一次性 拉过三个线圈 又过了一个中长针 接下来呢 咱们要勾一个长针 大家看长针的勾法 勾针绕线 从下个辫子里插入 绕线出来 这个时候呢 勾针上面三个线圈对吧 咱们勾针绕线 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 穿过两个线圈 这个呢 是长针的勾法 接下来呢 咱们勾一个引拔针 大家看引拔针的勾法 从最后这个辫子里插入 绕线出来 勾针上面两个线圈是吧 直接呢 第一个线圈 套过第二个线圈 稍微的收紧一下下 好 这个呢 就是一个引拔针 这样呢 咱们就勾了一个大的叶片了 现在呢勾一个小的叶片 小的叶片呢 我们是勾立五个辫子针 比它少一针 就相当于 一 二 三 四 五 立五个辫子针之后呢 咱们开始 从倒数第二针 也就是在第四个辫子针里面 我们勾一个短针 先勾一个短针出来 然后呢 我们勾一个中长针 在下一个辫子里勾一个中长针 在下面一个辫子里我们勾一个长针 这个叶子虽然小但是它用到了挺多种针法的 长针 长针呢是绕过两个线圈 再绕过两个线圈 好 最后一个呢 一个引拔针 绕线 再直接绕过勾针上的这个线圈 稍微的拉紧一下 这个呢 我们就是勾了一个大叶片 一个小叶片了 然后勾完之后呢 我们要勾这个小叶饼 这个小叶饼呢 我们立六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然后 我们呢 现在呢 回到第五个辫子里面 每个辫子里面呢 都够引拔针 大家看我示范 插入 绕线出来 引拔针呢 就是直接呢 勾针上面的这第一个线圈 从 哎呀 给大家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然后线出来 好了 然后 第二个 一共呢 是引拔五次 接下来 第三个 第四个 我隔着屏幕老师 老师看错了 下面是第五个 一共一八五次 因为咱们立六个辫子针嘛 回到倒数第二个呢里面 肯定就是一八五次了 这样 好了之后呢 咱们把这个线头呢 给拉长 咱们要留二十厘米左右的线头 缝合 使用 把这个线呢 直接这样抽出来一下 先把它缝在这个叶子上面 然后再整体的缝在 杯垫上面 这两个呢 我们可以打一个小结吧 没有问题吧 应该 我之前没有打小结 但是 我现在看着觉得 咱们两个应该能打个小结 挺好 可以打个小结 而且我们可以打两次 打成死结 然后断线 就是把这个小线头 给断线 这样绳着这边要藏起 打死结 或者大家呢 这边的小线头呢 按照刚才我说的方法 把它藏在这个叶子的背面呢 也可以 现在我简单的 给大家示范一下缝合 这个缝合呢 咱们就按照自己平时 就缝衣服之类的方法就可以了 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缝呢 就缝在 嗯 我说的这个地方嘛 就是 最后收苦了这个地方 缝合没有任何的方法 只要我们缝的牢固 当然尽量的 这个针脚呢 要小一些 针脚越小越好看嘛 这个不用缝很多针 因为 本身它就是让它呢 嗯 就没有说把它给缝死 没有这样的 咱们就在这卡一下 让它呢 这样 在这儿 好了 咦 这个线头 哦 我缝的时候 把这个线给带过来了 嗯 这个线怎么回事啊 不 大家呢 就是按照自己 自己的就是觉得 合适的方法 咱们把它呢 缝到牢固就行 我们要拆掉 重新缝 这个肯定是 缝的时候 当时绕线了 缝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线头呢 给藏一下 藏到这个 缝完最后之后呢 可以 藏到这个绿色这上面 就是这样 叶子上面 稍微的藏一下 或者呢 给这个线头呢 咱们打一个小截啊 把它给打成死截啊 就可以了 嗯 你看 这个缝盒呢 它的 痕迹呢 是不会很明显的 等一下呢 就按照自己 喜欢的方法来 就行了 我呢 就 不再给大家 做示范了 那这个呢 就是 这个 杯垫的勾法 嗯 那这一集 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一集见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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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